大家好我是Hanmo 喜欢我的游戏频道欢迎订阅点赞开启小铃铛 今天是2023年1月7日来往这款逍遥修仙路 这是一款东方传统修仙背景的RPG冒险手游巨做 于1月5日上午10点开启三档测试 测试结束时间1月12日下午2点 里巴马 逍遥666 逍遥77 逍遥888 逍遥999 VIP666 VIP77 VIP888 游戏定位为修仙题材的概念范畴 借此讲述主角修仙 得到拯救三界众生的故事 来用水墨画风 开局各路神仙打架 也是战斗系统 战斗为双方即时战斗 下方有人物头像 能量满后可以点几次棒进行 身世属性分为金木 水火 阴阳 亲手有十连抽各项课金大小月卡特权可直接启用 主角有打座系统 修炼丹药 获得修为突破境界 接着就是我试玩的游戏幻灭与体验 OK来吧 逍遥修仙路 好 游戏测试时间是1月5号到1月12日 好 那来吧 看一下喔 伺服器一个而已 横版的修仙游戏 应该是卡牌回恶制吧 嗯 有点水墨喔 背景有点水墨 然后人物的话 不是Q版的 是比较正常比例的 而且有点小 人物比较小一点 超小 人物比较大一点的 背景可以小一点啊 人物放大一点 来小心一点点 额 雷弓 木神 火神 猪龙 水神 贡宫 就山海金喔 女蛙 两两 这个不知道什么地啊 没有语音嘛 就对话这样 好 即使战斗 再小心一点点 有点大声啦 然后目前测试中嘛 所以他放招式也没有语音 只有字 然后还有特效 这个是战斗系统演示啦 演示一下而已 这些角色我们当然一定都没有啊 结果战斗完就变小声了 BGM背景音乐比较小声 好 那我们跳过吧 大概知道了 大概知道了 剧情我们就跳过吧 这种卡牌游戏 常见的就是三果嘛 三果题材 武侠的也有 那这个是修仙的 仙侠的 九天玄女 他的利会 我觉得 怎么说 他们自己的特色吧 水墨的利会 只是我觉得他应该要利会 可以大一点 然后战斗的时候可以用Q版的也OK啊 或者是战斗那个角色可以大 大支一点 不要那么小支 好 修仙游戏基本上要有打坐嘛 打坐 提升修为 然后突破 杜劫这样 一般修仙游戏 练气就要开始杜劫 很奇怪 练气啊 然后 足迹就要杜劫 那这游戏还好没有 只是打坐修炼这样 九剑仙 大家对于九剑仙应该都是那个吧 仙剑奇侠传里面那个九剑仙吧 比较会有感觉的 黄大仙跟黑熊精 百花仙子哦 他这个利会就只有Live而已 没有什么表情啊 就只是跑出来然后对话而已 这样会比较没有感情 嗯哼哼 好 12345可以上阵5支嘛 然后上面有属性 属性阵影吧 那水墨的背景不会动啊 我为什么不会动 有一张白纸 一张纸而已 我之前玩过那个比较武侠的那种 水墨的武侠 背景都会动啊 好幾層吧 你才會奔跑 往前奔跑 好 繼續 突然間沒音樂耶 只剩BGN 他出來了 百花福地 你看這邊有金木水火 喔不對 金木水火 陰陽 然後拳 這個拳跟金很像啊 集在一起 金木水火陰陽 好 六個屬性 好這邊有一個黃大仙加兩個狼 黃大仙 加速的話還沒有 還沒有解鎖 好挑戰 還在測試啦 雖然一些聲音什麼都還沒優化吧 我在想 引導的話有語音 但角色就還沒 那是1月 1月幾號?1月5號測試的 沒錯1月5號 我剛剛開頭也有講嘛 主要是那個 那個 禮拜一到禮拜五我都盡量玩財服的新友啦 然後6日 6日就會找一些那個 陸服的一些遊戲來玩 那有一些遊戲都要測試資格啊 我沒有去申請 我就懶得懶得去弄 比如說最近有一款一拳超人吧 1月6號有一款一拳超人 那個都要取得遊戲資格啊 才能測試 畢竟那個大陸人比較多 你如果不取得資格他們伺服器搞不好會爆掉 小量測試而已 怎麼取得資格要留手機啊 我也沒手機 所以我基本上是跳過 這邊可以移動是不是 他是有一個移動的玩法 好 返回 你就想像他是那個戰鬥卡牌啦 回合制 沒有回合制 即時戰鬥 因為之前玩的一些三國卡牌都是回合制 那這款就即時戰鬥然後水墨畫風然後 有打坐修仙這樣修煉中 就放置修仙這樣 然後你要練丹 就是放置修仙結合卡牌吧我在想 練丹才能突破啊 賠元丹 要吃了吧 吃丹藥 吃丹藥可以直接獲得經驗值 我們要突破啊 不讓我們突破 九天玄女 音樂又不見了 要跑出來 比劇院長要不見 朱鋼烈 應該是朱鋼烈吧 朱鋼烈不是朱霸劑嗎 之前那個大化西遊 也不是大化西遊 西遊記 就是 周鋼烈已經不當那個演員當那個導演 的西遊記 蘇起有眼啊 蘇起有眼啊 桌妖人 那一部西遊記 我忘記要叫什麼 什麼什麼什麼西遊 西遊降魔路嗎 不曉得 我看了電影看過就忘了 很久沒看電影 像最近那個誰來的 我比較會看台灣籃球啊 籃球比賽 然後那個 台灣籃球比賽 TLEAG有一個新北國王隊 找那個 喪氣的主角來開球 喪氣什麼 十環的 我也沒有看 然後那個 我就想說 這個他們在演什麼 然後就上網找了一下 喪氣的那個 線上看的 就稍微看一下 然後看了大概 飄 飄過去大概5分鐘吧 然後 稍微跳一下 然後我發現我看不下去 看不下去 首款 應該說號稱是首款那個 漫威英雄 亞洲人是不是 亞洲人 漫威英雄 的主角 就是我發現我沒辦法看 就完全就看不下去這樣 不是那種氣之可惜 實之無為是完全看不下去 我嘗試了 但是我看不下去 看著那個一群亞洲人的臉孔 然後講英文 感覺怪怪的 就ABC 都這樣嘛 因為他們都已經二代三代了 那個劇情也很奇怪 一開始就很不合邏輯 就很不合邏輯 梁超偉演一個那個 霸王吧 有一個十環武器的霸王 已經把地球都征服完了 可是看起來不像啊 還是很弱啊 活了1000年的霸王 然後跟女主角生了一個小孩 就喪 就是那個喪氣男主角 就那個喪氣 我不知道他叫什麼啊 好這邊可以點擊頭像齁然後施放技能 即時的即時的 然後這邊有加速 自動解鎖都還沒有 逍遙休閒路這個遊戲台服應該會出啊 就這種卡牌這種玩法台服 未來會出現 假設這個遊戲有成功上架的話 或者是上不了架台服先上也是有可能 有時候那個陸服版本他取不到版號 取得不了版號 他們 可能會在海外啊國外啊先上 這個台服又可能會上 畢竟這種修仙題材還是OK的啦 他的聲音常常不見啦 畢竟常常不見 戰鬥玩就沒音樂 這個要優化一下 我們再來玩一下下吧 自動開啟 自動開 這個自動開是顯示開嗎 沒有 沒有 你要再按一下吧對不對 自動開就是開了 自動開就是已經開了 然後我們也兩倍了嘛 兩倍數 然後boss 清批友 不知道他是誰啊 不然可能都是山海精裡面的怪物吧 有些怪物啊 山海精裡面有一些怪物啊 妖怪啊 沒有看過 真可憐啊 沒有創新一下 好 不知道他是誰啊 那我們跳過囉 他那個 想要有劇情對白對話但是太隨便了 就一個人物然後對話這樣 也沒有語音 好第2章過了 就新手教學差不多了啦 第1章第2章嘛 白花伏地屋3 然後就先 先什麼 看不到 仙世 OK他們叫仙世 好回來 剛剛閃退了 這邊看一下有一些 禮包馬是不是 禮包馬直接在人物頭像可以領是不是 VIP VIP 777 666 888 然後逍遙 888 逍遙99 我剛剛看不出來這是禮包嗎 因為這個有逍遙兩個字 逍遙666 777 888 999 然後VIP 這個好像 隨著日期才可以領吧 他不讓你一次領完 然後加上他字很小我剛才沒看清楚 那就跳過去 好 新手應該打完這邊應該OK了吧我覺得 第1章第2章都打完了第3章應該差不多 我是說新手引導啊 剛剛閃退啊沒辦法 一劍逍遙 一念永恆 神烏絕我幫他配音 一劍逍遙 好帥喔 九劍仙 其他特效做得不錯 還可以 只是可不可以有點變化性 萬劍歸宗 師傅我們的師傅是九天玄女啊OK 九天玄女在那個廟廟裡面都找得到 廟廟廟都找得到 這是我們的先世目前只有四隻啊這些都是還沒有什麼行天啊火神啊私有啊 他這個遊戲沒有動畫 沒有動畫開頭自己自己待會截取一下 把玩的過程截取一下 然後劇情加過 這邊有什麼任務啊 這邊有什麼任務啊 悲聲之路 這個應該是給新手領取獎勵的 啊新手OK 那我們稍微看一下好不好 稍微看一下 阿姆 全天靈寶 我們把畫面稍微點一下 在線獎勵 啊這個 每個月可以領這個是不是 直接送你這個月卡 這個應該是直接送了啦我覺得是直接送了 他直接送你了 因為到時候那應該是要花錢的 那我們練單嗎 練單 然後巡仙台就抽卡 好主角 理論上目前我只有一個卡池 好主角 主角要打坐 吐納一下 然後就要重置 然後突破一下 點氣三重 點氣四重 點氣五重 沒啦 那你就要吃藥 不然就是要吐納 吐納又掛機 然後去吃藥 增加修為 啊不夠了不夠了 然後又去練單這樣 練單可能要那個素材素材要去 剛剛那個地圖上打吧 剛剛我們有一個在地圖上走來走去吧 行囊 先士 然後祕境就是我們的玩法啦 我們在祕境這邊 打怪 通關冒險這樣 好那我們就先試玩到這邊吧 這遊戲 沒意外台服未來應該會出啊 只是遊戲名稱不知道會換 換的話也受不到 就是這樣 有時候台服會改名字啊 那我現在試玩未來可能就沒有流量 好待會是HAMO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鈴鐺 我們下期再見囉 大家掰掰 by bwd6 就是待會了